说是这么一天大早 王三就大吵大叫着奔向衙门 结结巴巴地暴称 夜间看到了吸血夜叉 还险些丢了性命 县惯一听 多少有些不信 因为从没听说过 世间有此等之物 王三便讲起了自己夜间所欲 说是昨日夜间 他睡至半夜 夫人将他咬醒 让他去查看一下 家储为何悲鸣不止 王三拎起一根棍子 穿上衣服出了门 走到鸡舍这么一看 吓得呆立在了原地 就见一声有翅膀的怪物 正蹲在地上啃食家储 王三两腿一软 瘫坐在了地上 手中木棍落地 发出了声响 惊动了那个怪物 那怪物站起身来 红眼 利齿 尖牙 冲着王三一声咆哮 吓得王三当场尿了裤子 那怪物双翅一阵 飞走了 就在王三报官的当天 又有几个村民报了官 说家中牲口家储欲害 都是被吸干血液而死 县官只能让官差加强了夜间巡视 巡视中听到空中有震翅之声 抬头一看 果然有一个夜叉般的怪物 从一户人家飞出 官差回到衙门 如实禀报了县官 县官一听也犯了难 倒是身边的师爷见多识广 想设计将吸血之物抓住 莫非这世上真有夜叉不成 回老爷 此物也未必就是来自阴间 只要将其抓获 就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了 回禀师爷 此物生有俱斥 善非行 又在夜间出没 实难将其捕获啊 你们只需去江边访意其人 有此人相助 定能捉到怪物 官差一听 哪有那么荣雅 师爷似乎成竹在凶 只叫官差先去江边寻一个人 找到此人便可成事 官差领了命来到江边 可江边除了打鱼的 没有别的什么人啊 谁知道其人在哪 正眉头眉脑地走着呢 远远望见江边一处大石上 站立一个人 手持一根肠杆 眼望江面 嗖嗖嗖 接连抛出了几只肠杆 把官差砍蒙了 都奇怪他在干什么呢 疑惑之际 将面上划来一艘小船 将水中肠杆捞起 每只肠杆上 竟都插着一条肥鱼 官差一看喜出望外 这不就是奇人吗 忙上前抱拳失礼 说明了来意 几人一听 要为民除害也没推迟 跟着去了衙门 师爷让他备下肠杆 藏在城中高楼处 一直等到夜半三更 城中突然罗声大作 其人知道那是信号 吸血夜叉出现了 他手持肠杆 平栏观望 果然生有俱俏的怪物 正腾空而起 其人抛出肠杆 正中那谣物将其击落 县官带着众人上前 观桥 无不撑起 那哪是什么吸血夜叉 而是一只体型硕大的蝙蝠 只是从没有人见过 体型如此之巨大的蝙蝠 而误认为是什么吸血夜叉 而是一只关键的